歡迎收看HAPPY CORNER 全新節目網球角落頭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Delon 網球角落頭會帶大家探討網球規則、回顧比賽、做一些球手技術分析等等 而第一集我會先跟大家說說各位要知道的網球規則和介紹不同的比賽 讓大家有個準備感去看2019年的網球賽事 而這個全新的節目需要大家多多資格和支持 好了,事而不宜遲,我們就由網球比賽分類開始說起 男子職業比賽大部分都屬於ATP,即職業網球聯合會的比賽 而比賽吸收就分了ATP250分 500分,1000分,1000分也叫做大絲賽 陶維斯杯對際賽、賀文杯和四大滿館的比賽 需要不屬於ATP的比賽 但四大滿館都會有ATP分 所謂多少ATP分,就是球手贏了冠軍 或者去到比賽不同階段之後就拿到不同的分數 而這些分數就會進入他們的ATP ranking 一年的比賽會在不同場地和不同國家舉行 有硬地、有草地、有泥地比賽、有室外和少數全室內比賽 而一年的賽事其實是有四個大滿館 9個ATP一籤大絲賽、13個ATP500和38個ATP250分 再加上台維斯杯、賀文杯這兩個年中賽 就組成了一季的比賽 而每一個比賽的分數都只會進入來的個人ATP Race to London Ranking 和累計的ATP Ranking 而Race to London Ranking 會在這套ATP Final 完結後就重新計算過 類似職業賽 WTA 基本上跟男子沒有太大分別 計算方法都是一樣,只是比賽名的叫法有點不同 類似職業賽有三大類 Premium Mandatory 比賽、Premium 5 和Premium比賽 Premium Mandatory 比賽冠軍積分是1000分 Premium Mandatory 比賽冠軍積分是900分 Premium Mandatory 比賽冠軍積分是470分 他們亦會有四大滿冠 而女志版的陀維斯杯對際賽就叫做Federation Cup 簡稱Fed Cup 我準備了一個例子讓大家可以去理解ATP排名的計分方法 而克羅電亞球手施力為例 施力在2018年澳網決賽輸給費特納拿作亞軍 代了750分落袋 假設施力在2019年澳網獲得冠軍 他在賽後累積排名分數 就會加上今年與去年比賽得到的分數的相差 即是1250分 而在Race to London Ranking 就會加入2000分 這套ATP Final 和Next Gen ATP Final 就會用Race to London 和Race to Milan 的排名去定入場支架 這套ATP Final 是指在單一年度分數最高的8位球手可以參加 而Next Gen ATP Final 同樣是指單一年度分數最高的8位 21歲或以下的新星 講完比賽分類 當然要講一下比賽的計分和規則 網球比賽是一盤一盤打的 一盤就有六局 每局由0比0開始 網球每局的計分方法 由0至3分分別為0分 第一分為15、15 第二分為30、30 第三分為40、40 球證部分時會由法球手的得分說 所以30比0的意思就是法球手贏了2分 接法的位置就沒有分 當三方運動員在同一局得到3分 大家都去到40比40的時候 球證就會叫做Deuce 任何一方得到之後的分 就會叫做Advantage 拿到Advantage的一方如果贏了之後的分 就會贏了那個 輸了的分就會去Duce 如此類推 講完簡單的計分 就要講一下球手的站位 讓大家看球時知道更多 看我戰術片分析時也有基本的認識 任何一方的球員 當他們面向過網時 右邊場就叫Deuce 而左邊場就叫Advantage 即是Ad 每局的第一分都會向Deuce 之後每逢到雙數分就會向Ad 如此類推 在一開始責任攻置後 去到比賽期間 對特定的分數都有特定的叫法 如果法球手自己去到3分 由領先對手至少1分以上 就會有Game Point 俗稱勝局點 如果贏到那局而可以剛好贏到那盤 那一分就會叫Set Point 俗稱盤活點 如果贏到那局而剛好可以贏到那盤 而又剛好可以贏到那場比賽 那一分就會叫Match Point 決勝點 如果以上那麼多個情況都剛好發生 而剛好一場又是決賽 那一分就會變成Championship Point 俗稱冠軍點 而如果贏到開漢的是接法球手 那本身勝局點就會改為破法分Break Point 一盤有很多局組成 當其中一方拿到規定的六局之後 那盤比賽就會結束 就開始新的一盤 運動員要在每個單數局結束之後 交換比賽場地 網球是逢單數局後轉場 單數局的意思就是雙方加上得到的分數是單數 每盤的第一局轉場之後是不能坐下的 不過其他單數局後轉場 都會有一分鐘休息時間坐下喝下水 基本上首先頂到六局 和領先對手至少兩局的球手就會贏了那盤 如果其中一邊贏到六局 但又未領先兩局 例如6比5的時候 那盤就必須要計算 直到有一方領先兩局為止 例如去到7比5 當兩位球手經過一籠籠增苦鬥 去到6比6的時候 就會舉行一局特殊的決勝局 又會叫做Tie Break 在Tie Break比賽中 既分方法採用正常的數列表示 首先拿到7分 領先對手至少2分那邊就叫做贏了 決勝局開始時的發球拳 就屬於上一局比賽的接球手 那個球員就要在自己的Deal Scott發球 然後將發球拳交給對手 每個選手在他們兩次的發球中 首先會在左邊Ad Cross發球 再向Deal Scott發球 每次比賽分數加到6的倍數之後 就要加緩場地 而決勝局完結後 也要加緩場地 因為決勝局一定是單手局 一盤內的第13局 因為是7比6 全部的ATP比賽都是三盤兩勝的比賽 而第三盤當時如果去到6比6的話 都會用Tie Break來分勝 但溫網和法網這兩個草地和泥地的比賽 就在5盤三勝比賽中的第5盤 如果是6比6的時候 就會進入Long Game Set Long Game Set 就是那一場比賽 要隨便因為球手破到對手的發球局 再領先兩局 就為之勝出那場比賽 所以如果那場比賽一旦進入Long Game Set 就可能要打多很多局 才會完結那場比賽 而暫時最長的一場比賽 就是2010年的溫網第一圈 John Isner 對著 Nicholas Mahert 在大家頭四盤過出兩門的情況下 第五盤要打到第138局 才可以分出勝負 這場比賽經過了3天 11小時5分鐘 Long Game Set 最後以6比4 3比6 6比7 7比6 70比6 18 贏了這場世紀馬拉松比賽 好了 基本上的計分細節和背景都說完 希望大家對網球有多一點認識 來到片尾 我要多謝三位Admin給我這麼多機會和意見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有like 有subscribe 還有share 然後記得追蹤HappyConnor的Instagram 和我自己的Instagram 好多謝你們看到這裏 下次我們會講解一下 三種場地賽事的分別 和網球常見的法則 我們下一次的網球角落頭再見 拜拜